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同大家睇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有一個60歲男人叫王冥芳, 在星期一12號中午在大埔泰和體育館 和老婆分開後一個人行山然後失蹤, 警方和消防還有民間搜索隊找了兩天後, 直至14號在大埔張屋地成功找到人, 她的姐姐說她不是有意行山而是附近散步, 她是為了帶兒子行山就預先探路, 怎知以外地跌電話失聯迷路。 失蹤兩天期間, 她說自己曾有幻覺和視覺昏迷, 然後喝溪間水去解殼, 說自己好像入了結界, 不知身在何方。 她說幸運, 14號早上聽到有人在喊, 她就馬上喊救命, 然後獲救了。 她的姐姐探完小孩之後, 就說她的弟弟退休大約半年, 8月2號是第一次帶個16歲的兒子行山, 她好開心地說帶了兒子去大墓山, 那次都當失路好驚險, 幸好找得回路出來。 事後, 她的弟父就勸老公, 就不要帶兒子行山。 她繼續說, 說弟弟今次不是故意行山, 她本身答應老婆回家煮飯, 當時又沒有帶行山裝備, 所以只是去散步或探路, 想找一條好些的路, 下次沒那麼魚。 姐姐繼續說道, 早前家人以為王冥芳去了八仙嶺行山, 最後發現是誤會, 原來她只是計劃去行山, 就畫了一個圈圈住那裡。 不過又只有幾個小時, 要回家煮飯, 說有時間關一步探路, 怎知不見了電話, 就當失路。 她說過求生經過, 說自己跌倒過無數次, 滑倒過很多次, 試過昏迷, 再醒發, 然後有幻覺, 說自己好像入了結界, 說自己都不知自己去到哪, 曾經試過喝溪間水解渴, 說用紙巾, 然後當過一過濾她, 就吸水喝。 她姐姐就說, 發現弟弟的位置是一個荒廢的地方, 平時好少有人經過, 唯獨今日有人逃經發現她報警, 幸好找得到人, 警方都要走一段路才找到她, 當時她已經軟弱無力, 得把聲, 沒了水, 沒食, 得了紙巾, 在嘟水。 其實這些行山的情況, 是好容易拿東西的, 香港可能這些情況, 都偶爾會出現一下,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也都看新聞, 見過很多這些情況, 譬如有些老人家, 真是老人家, 就去行山, 然後就說自己, 當失路, 當失路又出現幻覺, 有些人甚至乎是當失路, 當了整個星期, 然後在山裏面, 由南到北走, 走了好遠的地方, 可能你會問, 到底食咩呢? 其實當時那些老人家, 就說自己都懷疑是, 遇到那些所謂的魔神仔, 魔神仔就是類似山神那一類東西, 那這些魔神仔, 可能下次就要找一集專門, 就要講一講, 魔神仔到底是些什麼來, 那講返那個事件先, 當時看新聞, 他就講到, 就說有一個不知道是些什麼的人, 就小小粒的, 就給一些所謂的雞腿菇給他吃, 那些雞腿菇其實就是類似那些所謂的行包菇, 之類的菇, 那他就吃那些菇用來頂肚餓, 就是這樣捱了下去, 然後一直走一直走, 幸好最後走救隊又找到他, 那他就說自己吃了這些雞腿菇, 或者之類的事, 那他就好強調自己無幻覺, 就說一直陪著他出來的那個人, 突然之間又不見了, 那後來他就去做一個身體檢查, 就發現他所講的所謂雞腿菇, 那類草菇其實就是炸蠻來的, 即是說他那麼多日, 其實他是在吃炸蠻, 吃蟲的, 那這些又算不算結界呢? 那其實說起結界來講, 那香港最出名的, 當然就是西貢的結界之謎, 這一宗也是香港最詭異的失蹤案, 那其實之前我們都出過影片的, 那傑仔出過影片的, 那現在就和大家重溫一下啦! 西貢五百六, 四八七零四零, 四八七零二零, 五八七零, 七零幾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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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五百六, 四八七零四零, 四八七零二零, 五八七零幾, 四十五歲的香港返黑警員丁利華, 向999接宣言講完這幾組數字之後, 就從此人間蒸發, 至今過了接近二十年, 仍然音訊全無。 根據丁利華在電話的描述, 他失蹤的地點位於西貢半島, 於是在香港登山圈, 就流傳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千萬不要一個人去西貢的麥理號徑, 因為這個地方隱藏著一個神秘的結界, 一旦插腳進去, 就會進入一個異道空間, 無辦法回到現實世界, 所以西貢結界又被稱為地上的百慕達三角洲。 大家好,歡迎來到日金解碼, 結界一詞來源於佛教, 由凡語翻譯而來, 致免意思是邊界加界限, 就是定出舉辦法會, 或閉關活動時的區域境界, 作法所限定的地方稱為結界地。 結界形成之後, 內壇就會成為水綠道場的重鎮, 嚴格管制, 任何人都不能隨意進出。 而我們多數人對結界的理解, 就是當任何人走入這個地方, 就會令人頓時迷失方向, 無辦法離開的意思。 結界一直是一個很神秘的議題,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科學家嘗試解釋這個現象, 亦都有不少故事作品以驅為題材。 一提起結界, 多數人都會首先想起百慕達三角, 這個由百慕達, 邁阿瑪和波多黎各首府聖湖安連城的三角形區域, 流傳了不少傳說。 這個地區靈異事件頻發, 無論是飛機還是輪船, 一入到這個三角區域就會空多吉少, 甚至是離奇失蹤。 而在香港, 西貢結界就被稱為陸地上的百慕達三角, 這個地方位於西貢北潭蔥, 大蚊山一帶。 這麼多年來, 香港發生過多宗失蹤案和命案, 都被認為是與西貢結界有關。 有人獨自一人上山離奇失蹤四日, 期間經歷了四日三夜的奇幻旅程。 有人失聯兩日後, 被警方找到他的遺體。 奇怪的是, 他服屍地點只是距離警方前一日的搜索範圍10米左右。 而今集的主角丁利華, 更是離奇人間蒸發。 他求救時說出的記造密碼非常詭異, 成為香港史上最內人尋味的失蹤案之一。 案件過了接近20年, 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2005年9月11日中午12.9, 999報案中心收到一個很詭異的求助電話。 電話裡傳來一把緊張的男人聲, 信號斷斷續續非常不穩定, 而且有很多雜音。 雖然接線員與這個男人斷斷續續講了7分半鐘, 但當警方再次播這段錄音的時候, 每一句話都顯得非常詭異, 令人感到無骨悚然。 接下來即將播放的求救電話錄音內容, 是網上最流行的一個版本。 很多人都以為是當年真實的電話錄音, 但其實這一段錄音並不是最原始的錄音。 當年政府和民間曾經組織過一個超大型的搜救行動, 而每個參與搜救行動的參與者, 都會在出發基地聽過最原始, 999報案中心的求救錄音。 所以這個版本, 都是當年參與搜救行動的人士, 憑記憶作出不錄之後, 重新演繹一次的版本, 所以未必是100%準確。 去到今時今日, 錄音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版本, 而且每個版本的語氣都不同。 它講日的節奏, 聲線和呼吸聲, 都非常之影響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而以下這段電話錄音的內容, 是參考了當年報紙報道的內容, 有可能是最接近原始錄音的版本。 999999 麻煩, 我行山的, 現在在西洞586 什麼事啊? 我行山, 當失路啊。 你當失路啊? 那你在哪裡啊? 現在的位置是487040 4870? 然後是什麼啊? 487020啊。 487020啊? 你是不是在標距處啊? 嗯, 是, 是什麼處啊? 你慢慢說, 487020, 是不是啊? 在哪個地方來的? 電話訊號來到這裡就斷了, 報案中心接線員一頭霧水。 報案人當時有少少緊張, 說話內容有些久不達白, 先說自己行山當失路, 接著又說出一連串奇怪的數字, 每次說的數字都不一樣。 不過接線員當時其實有說過一個重點, 就是標距處。 一般行山路徑每隔500米就會有一支標距處。 標距處是為了防止遊客在行山時當失路而設的柱。 上面會寫明編號和坐標。 當失路或者遇到緊急的人, 可以向警方說出這些標距處編號, 方便警方找到他們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求救的男人每次說的數字都不一樣。 而接線員將它說過的數字逐一檢查, 都不知它說的是什麼位置。 首先第一吋數字五百六, 這個座標根本就不是在西貢, 而是在香港的士尼樂園南邊的鳳凰境。 而另外兩組數字如果是座標編號, 更加不是在香港, 而是在韓國。 所以這些數字顯然不是標距處的編號, 究竟它讀錯了編號, 還是這些編號另有意思呢? 之後一頭霧水的接線員再次接通電話。 喂,蕭先生? 在西貢那邊啊。 你是不是在走西貢物理號碼啊? 是呀,是呀,沒錯。 那你走哪一段啊? 西貢那邊,西貢東啊。 西貢東? 你方便,是哪裏出發? 由西貢北潭沖, 走了兩個幾小時, 不過檔山路現在站在 剛剛過了五百五百七零幾。 五百七零幾啊? 你剛才說47020 還差點 你有沒有見到M前後面的東西? M是甚麼?你見不見錯? 你先打一讚 看不到 你只見到數字,數字在哪? 不是字,是密碼 甚麼密碼? 可能我讀錯了密碼 經過一番的詢問 接線員終於確認這名男子位於西貢半島的麥里浩徑 麥里浩徑是西貢最著名的登山浩徑 但是麥里浩徑全長足足100公里 而且地形複雜 要找一個人簡直是大海撈針 所以接線員反覆問那個男人他的確實位置 而吊詭的是這個男人有說出另外一組數字 令接線員更疑惑 他想搞清楚這些是甚麼數字 就問他數字是M多少 而M是麥里浩徑標渠處編號的開頭 如果他說的是標渠處號碼 一定會是由M開始 但是面對接線員的追問 這個男人竟然說他看不到M 還說那些不是數字而是密碼 這一刻男人已經有點不對勁 情緒很不穩定 而且還有點心急 於是接線員就問他有沒有受傷 用不需要叫救護車 你是不是要叫救護車啊先生 要啊 我問你你是不是要叫救護車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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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把你的電話放進去救護車電台 你等一等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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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個男人說需要救護車沒多久 就一直叫救命 很快還收起來 接線員打過去已經沒有人聽 於是馬上將這件事報告上級 警方也都馬上展開調查 首先他們對來電進行鎖定 查到他的身份 警方調查德式機主叫丁麗華 當年45歲 是一名經驗老道的現役警員 負責駐守中區警署的反黑組探員 失蹤當日身穿藍色T恤 米色長褲和背著一個黑色背包 他在警隊服務多年 其中在1997年駐守西區警區 成功破獲了一個蟹劫集團 拘捕了三名涉嫌人蛇活動的犯 還折獲了他們非法擁有的軍火 而且他身手敏捷 求生經驗豐富 平時代人節物也很友善 很少會和人氣爭執 而行山就是他公餘時間最喜歡的活動 由2004年11月7日至2005年1月23日期間 丁麗華有16次的行山紀錄 每去一個地方他都會用相機記錄沿途的風景 他之前還有三次西貢行山的經歷 但今次同樣是在西貢 丁麗華離奇人間蒸發 根據接線員的描述 丁麗華當失路的位置 應該是在西貢郊野公園北潭聰附近 西貢郊野公園佔地面積達到4477公頃 公園地貌豐富多樣 風景優美 有香港後花園的美譽 除了本地人之外 每年都會吸引不少遊客參觀 所以丁麗華都被他吸引 第四次去到這個地方行山 得知報案人是自己同事之後 警方都不敢怠慢 他們確定大概位置之後 馬上派人去現場搜救 為了獲得丁麗華的具體位置 警方重播他的求救錄音 不過他自相矛盾 久不達白的說話 都令到現場的警員一頭沒水 接線員多次問他標距處位置 丁麗華都說不出任何標距處的編號 作為一個經驗老到的行山人士 而且已經是第四次去西貢 更加是一名警員 理應對這一切都非常熟悉 但是丁麗華竟然說出前言不對後語的說話 甚至好像是進入了另一個時空 總是說出難以理解的東西 而在求救電話最後幾秒 丁麗華更加好像遇到什麼恐怖的東西 不斷叫救命 救援隊帶同電池波生命探測器 同時派出直升機和專業的搜救警犬 直至深夜仍然找不到丁麗華的終職 第二日警方聯同消防署、民安隊、漁護署 和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超過200多人 對整個西貢郊野公園進行海陸空的大搜殺 連日開展了專業的搜救行動 而且還與傳媒保持密切聯絡 將搜殺的情況轉達給整個香港社會 希望有人可以提供相關線索和情報 可惜雖然所有人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不過在地毯式大規模搜殺之下 警方都找不到丁麗華的下落 甚至連一些他遺留下來的痕跡都發現不到 丁麗華就好像超時空穿越了一樣 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當刻發生的事都令到警方難以理解 丁麗華明明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行山人士 這次行山本應是沒有任何的危險性 由於他特殊的身份 警方開始懷疑是否有人借機報復 在謀害丁麗華之後 將他埋了或帶走了他 不過這段時間 警方都完全沒有丁麗華的消息 誰知在黃金72小時之後 一個關鍵人物突然出現 改變了整宗案的調查方向 警方在丁麗華失蹤三天之後 突然收到線索 報料人是西貢西灣村的村長 也是當地一間士多的老闆 他指丁麗華失蹤之前 因為自己手機沒有訊號 曾經去到他的士多借電話用 說想打給自己親友 村長說 當時見到丁麗華免色蒼白 好像有點不舒服 村長聲稱 丁麗華借電話的時間 是中午12點左右 不過當村長入廚房炒菜 出來的時候已經不見了丁麗華 村長又說 在事發之後的第二天 有幾名上山搜索的警員 曾經在他的士多休息 當時他們問村長 前一日有沒有聽過求救聲 村長當時說沒有聽到 警員又問他有沒有見過一個 獨行的行山人士 當時村長記錯了 以為丁麗華在前日去過他的士多 由於跟丁麗華的失蹤時間不吻合 所以當時他跟警方說 都沒有見過丁麗華 於是警員就離開了 但是過了一日之後 警員和丁麗華的弟弟 再次來到西灣村進行搜索 當村長見到丁麗華弟弟的樣子之後 他突然想起 原來丁麗華失蹤那天 的確是有去過他的士多 警方在得到西灣村村長向警方確認 在士多曾經見過丁麗華之後 馬上決定動員超過2000人進行搜索 而截至現時為止 這宗案是香港開埠以來 動用過最多人力物力去調查的失蹤個案 搜索隊當中包括了各行各業的精英 當時警方還利用了自己自行研發的偵察 直升機進行協助調查 在苦無頭緒之下 警方決定去丁麗華的家 試圖找出任何有用的線索 和嘗試看看他的電腦會不會有任何記錄 根據他電腦的照片顯示 他主要的行山路都是山徑和石屎路 全部行程都是介乎2-5小時左右 他的報程平均每小時3公里 其中大部分行程都是他一個人完成 有時他會和人一起走 但通常都會留在隊尾方便他拍照 警方看過他的行山記錄之後發現 他走過的路線和目的地都沒有出現重複的現象 即是說他走過的路線一般都不會再走 而且在一年之內 他曾經去過三次西貢 失蹤那次是他第四次去西貢 而這三條行程就是他曾經去過三次西貢行山的行程 他分別曾經有兩次路經過西灣 鹹田、大浪R再去赤徑 但他的出發地點和目的地都完全不同 而警方在他的電腦也發現 他曾經瀏覽過一些行山網站 而且曾經搜尋過這五條行山路線 警方推斷由於按照他的雜星 行山的路程不會超過3-5小時 所以路線1和路線3要走7小時 應該不符合他的雜星 大規模的搜尋行動連續持續了幾天 其間官方組織的救援隊 丁麗華的同事、朋友和他的親人 亦都自發組成了搜尋隊 在西貢附近的山上搜尋 雖然西貢郊野公園面積非常之大 最高的山峰有500公尺 搜尋非常之困難 但警方亦都沒有放棄 他們在北潭沖郊野公園停車場設立指揮中心 同時呼籲行山人士協助找回丁麗華 在消息發布後 很多熱心人士都來到現場 自發加入搜尋丁麗華的團隊 而事發之後幾天剛好下雨 警方推測 即使丁麗華受了傷 沒辦法行走 他暫時都可以靠著飲雨水 來維持生命 到了丁麗華失蹤的第23天 當時政府已經出動了差不多2000人 展開大規模的搜尋 企圖反轉整個西貢郊野公園 而且當時警方將西貢郊野公園分成8個大區 包括牛耳錫山、黃錫、土瓜坪、海夏、大浪、藍蛇尖和高樓灣 隊伍分成小組向這8個區域推進 水警和直升機也是元朗和西貢郊野公園的上空協助調查 由於曾經有個案表示 有非法入境者去到西貢斬樹 所以當時警方不排除丁麗華被非法入境者襲擊 而且當時電訊公司也派出工程師到場 向警方提供丁麗華出事當日 最後打的求救電話的接駁站資料 而根據當時丁麗華手機訊號的分析 警方相信他最後身處黃錫和大灘一帶 因為當時他的手機訊號連接了大灘的訊號收發站 所以警方得知這個線索之後 馬上帶同警犬、機動部隊、漁護署、文安隊和消防署人員 去到大灘和黃石碼頭一帶搜索 當時搜索的人員 還將沿途的燈柱和電話柱的編號記下 同時將已經記下的燈柱封上膠帶識別 雖然動用了這麼多人力物力 但時至今日已經過了接近20年 丁麗華仍然是音信傳無 同時找不到丁麗華身上任何一件物件 包括他的背囊、衣物和隨身物品 亦都從來沒有人發現過他的屍體 就好像去了另一個空間一樣 從此人間蒸發永久消失 不過在2023年 自稱為丁麗華的帝府 致電鬼王潘小聰 竟然聲稱丁麗華其實早已離開人世 2023年2月25日 一位叫Lisa的女士 打電話上鬼王潘小聰的節目《恐怖在線》 她說自己是丁麗華的帝府 Lisa表示她在學道期間認識了一名看到東西的女人 下課後Lisa追問這位高人 問她失蹤了的人她看不看到 然後這位高人看著Lisa跟她說她死了 Lisa說聽到之後她無管動 之後當Lisa跟她同行一段時間去到巴士站之後 這位高人就突然轉頭抓住她的手 問她信不信 Lisa說她信 然後這位高人好像入了定 她說見到丁麗華身邊有一大堆數字和人 有人跟丁麗華說 只要抓住她的左手 丁麗華就可以走出去 而丁麗華當時是拿著一部沒有信號的舊手機 然後這位高人就說 她來了你有什麼跟她說 而令人覺得非常之心寒的是 這位高人從頭到尾都不知道Lisa是問丁麗華的下落 也都不知道Lisa是她的弟父 然後這位高人突然說丁麗華已經來了 之後開始自言自語 後來Lisa向她交代丁麗華家人的近況 她都被了不同的反應 例如Lisa跟她說爸爸已經過了生 她說她不知道 又說媽媽中了風 她就哭起來 之後Lisa又問她有什麼想做 她說想回家 誰知這位高人就好像用回自己身體的說 不行 你不可以回家 因為怕你不肯走 Lisa表示 這個女人全情自然治癒了一陣 她表示自己沒有想到離開了那麼久 也都知道家人用了很多方法找她 丁麗華事件之後 西貢不斷發生失蹤案 有人離奇失蹤 甚至聲稱進入了一個詭異空間 經過四日三夜 竟然奇蹟地出現 她失蹤期間所描述的所見所聞 令不少人感到好心寒 下一集我們將會講述這單案件 繼續揭開西貢結界之謎 今集就跟大家提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